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西萨训练了 能在家商的学生上训练 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我是于真阿姆 华西东山运动员 来自西藏人之 西藏游记艳雨 踏踏实实地爬山 富伦山也能上去 爬山不救后悔的人 连小小的土锅也上不去 刚开始我在体校室练中长跑项目的 那太枯燥了 正好那期间 博家队招滑雪运动员 我就报名 后来被选上了 先是练习了两年的悦游滑雪 2021年 我才正式转到滑雪登山项目 说实话 当时我不知道滑雪登山这个项目 到底怎么样 就是想挑战 可能是我内心偶尔追求一种 挑战和激情吧 滑雪登山是需要特别强的意志力 我记得刚开始训练时 非常累 五毛和大腿特别疼 肯定不适应 笑话是 我的胆子又太小了 滑岸比赛都要滑岸的滑雪 滑岸雪的时候 我就不太敢放得开 每一次摔我都会就特别害怕 像国内外的其他选手 他们在笑话时 胆子都很大 有段时间真想放弃 后来坚持下来了 克服了那种恐惧感 应该是摔多了吧 摔摔摔摔摔摔多了 现在就练了两套 然后现在练了 没有很大 但是因为 海拔比较高就 将近 5285 滑下去就感觉挺刺激 挺舒服的 在女子20岁以下组的比赛中 19岁的玉珍拉姆 在资格赛和半截赛中精烈第一 并最终成功摘得金牌 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并不是很理想 赛前就自己就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 就觉得拼定全力就行 然后就这样 后来一看就到了终点以后 后来一看就到了终点以后 看得出自己是第一 那就有点太相信了 包括家人都一开始没太在意我的成绩 直到新闻传开之后 他们才恍然大悟 我原来是世界冠军了 这几年我国外高水平运动员比赛交流后 我才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需要我们全方位的提升才能反潮 觉得快了一年吧 对自己的时候挺兴趣的 就是想再划一次的 现在知道的人也远来远多 然后进行对参与的人数也特别多 穿越对我来讲 就是一种始终独一的坚持 我希望我们西藏的运动员 能够坚定目标 不放弃 不否定自己 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 穿越西藏 这是属于我的故事 穿越西藏 HIM 按制